游泪瘦手Steven Novak这次受邀来台湾 担任哈佛小子林处豪篮球训练影的助教 很开心有机会指导小球员 期待把自己三分球投射能力传授给这些爱打球的孩子 罗伯认为在台湾能被大小球迷喜爱 就是因为他和郝小子当过队友 看到NBA生涯至今最疯狂的事情 就是当年参与了纽约的林莱峰 Linsanity 我曾经过来台湾的最高兴的经济经济 他当时证明了自己 我当时证明了自己 我认为我们也变成兄弟们 我认为这就不出事了 林莱峰让球队及扯迷为之疯狂 但Nova说 和林朱豪也经历过许多考验 回想起这一路 在发展联盟寻求被肯定 被看见的时刻 最辛苦也最迷吗 坦白说 我和Jerame在D-League 在同一阶段 只有一场比赛 但我们在D-League在一起 我觉得这一场比赛是最困难的时间 在我们两个阶段的阶段 因为我们工作得很努力 到那一段时间 然后我们就说 你不太好处 在NBA 去玩D-League 然后我们也不确定 如果我们会再回到NBA 我认为我们两个都能比赛 在那一阶段 两个都能召唤到NBA 但那些都是我和Jerame 一直在想起来的时刻 所谓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NBA和林树豪能够让球迷看到一次次开心 呐喊的笑容 背后看不见的是多少灰汗练习的画面 新球技NBA要前进延湖城 披上犹他爵士的战袍 这是他第九年NBA生涯 效力的第七支球队 NBA对于新环境充满期待 希望在爵士段 能有更多表现机会 他更谈到期待可以交受洛杉矶湖人 因为那时候将会有他的好兄弟林树豪 一起在场上过招 由来自新郭令阳黄河君台北采访报道